中东妙局,美国犯了三大战略性错误,中东现在的局,看起来以色列占据绝对优势,实际上却陷入系统性风险而不自知,哈马斯看似被打得不知去向,但你会发现哈马斯根本没有太大的伤亡,甚至远远赶不上以军。 至于美国,感觉已经陷入到了一张无形大王之中,怎么做都是错的,现在的美国,支持以色列是错的,因为全球反对,美国的支持意味着与全世界为敌,不支持以色列也是错的,因为放弃以色列,就意味着美国要放弃自己,失去美国支持的以色列会很快垮掉,美国将彻底失去对欧亚大陆的影响力,美国支持乌克兰是错的, 因为那就像个无底洞,继续支持无疑将严重消耗美国,美国玩不起了,不支持乌克兰也是错的,那意味着乌克兰的局将进入普京节奏,东欧政治经济秩序重组,意味着美国要从乌克兰出去,从而导致美国在东欧陷入被动,甚至会因此动摇北约结构,美国改善对华关系好像是错的,因为美国都要改善对华关系, 其他国家会更加积极,不改善对华关系也是错的,因为继续恶化中美关系,会让美国在其他方面更加无力,美国为啥陷入这样的困境? 根本原因在于美国犯了三大战略性错误,第一大战略错误是与中国为敌,为啥说美国与中国为敌是第一大战略错误? 最根本的原因有三个,第一个是中国从来没想过与美国为敌,美国是自己和自己过不去,凭空搞自我消耗,第二个是与一个地大物博的14亿人口国家为敌,终究不可能有好结果,因为14亿人的领土巨大的国家战略纵深太大了,你永远都打不垮,清末那种情况都打不垮,如今就更不可能了。 第三个是美国以自己的空心经济体,与14亿人的超级工业大国为敌,无疑是自取灭亡,事实是美国与中国对抗十几年,中国越来越强大,美国却越来越不堪重负,第二大战略错误是挑起俄乌战争,美国认为挑起俄乌战争,拉上北约盟友,还不得快速拖垮俄罗斯吗? 但是美国忘了一件事,那就是中国的经济实际规模,完全不是GDP所体现的那样,只要中国不封锁俄罗斯,俄乌战争就变成了对美西方的反消耗,失去俄罗斯能源支撑的欧盟,实际上经济更加虚拖了。 现在的事实结果是,俄罗斯2023年的经济通胀率不高,增长率不低,中俄贸易俄两年预计增长将高达60%,这简直帮助俄罗斯经济安全打不定,按这个增速,中俄贸易俄2024年就会接近3000亿美元。 美国把中俄搞在了一起,无疑是自己的噩梦。 第三大战略错误,是支持以色列侵略。 美国支持以色列对巴勒斯坦进行入侵这事,无论再怎么掩饰,也掩饰不过去。 现在全世界都在要求停火,而美国一次次在安理会否决决议案,可以毫不夸张地说,这应该是美国建国以来,第一次站在全世界人民的对立面。 美国现在还不知道这么做会带来怎样的政治后果,但这种政治后果是长期的且不可逆的,这意味着美国将长期失去人心。 现在中东的格局是什么?美国支持以色列,不但整个伊斯兰世界都反对,甚至整个世界都反对,但是由于美国依然非常强大,中东北非除了胡塞武装和索马里向以色列宣战外,伊朗、沙特、土耳其等国都还在协调立场以及等待时机当中。 但是从现在伊朗部的局看,美国和以色列其实不知不觉已经深陷其中,为什么这么说呢?我们可以从三方面看,一是从军事层面看,虽然以色列是压着哈马斯打,各种手段都用了,但是哈马斯伤筋动骨了吗? 大家都没看到,现在的情况看,以色列想彻底消灭哈马斯是不可能的,无法消灭,就会持续打仗,持续打仗,就会持续消耗。 更可怕的还有另外两个层面,一是伊朗通过胡塞武装,不断袭击美国军舰,以色列伤船,没一对子根本没办法。 为什么没办法?以色列陆军够不着,海军不行,空军和导弹成本太高,怎么搞都不划算,但是胡塞武装有弹道导弹,无人机,反舰导弹等等,想怎么打就怎么打,以色列天天紧张着过日子,商船过不了红海,经济会越来越困难,美国虽然军力厉害,但也没办法,靠近红海就可能被导弹打,军舰已经被击伤一艘, 打,一枚导弹数一百万美元,顶多诈死几双拖鞋骗子,胡塞武装该打还是打,现在美国以色列连胡塞武装都应付不了,那么未来大家都看出没以的虚之后,各方都开始行动,美国和以色列还受得了吗? 尤其是以色列,美国的援助未来也跟不上怎么办,经济支撑跟不上怎么办,当大家慢慢都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后,那才是以色列的噩梦。 军事方面现在虽然占优,长期非常不乐观,二是从经济层面看,任何国家都无法经受得起长期战争的折磨,以色列未来会长期遭到袭击,战争会长期消耗以色列,这都会让以色列经济长期看非常不乐观。 而如果战场一旦扩大,美国可能也背不住持续战争给经济带来的压力,美国想速战速决,以色列却想搞大规模扩张,而中东伊斯兰国家已经开始从长计议,这一切的一切都表明以色列经济也不容乐观。 三是从国际格局上看,中俄都站在了伊斯兰国家一边,这意味着战争只要再打,中俄在安理会就会不断向以色列施压, 美国就得挡子弹,如此长期持续,美国将成为全世界的公敌,这样的斗争也会长期化,这毫无疑问对美国是非常不利的局面,中俄总是联合世界各国在安理会,在联合国斗美国的地主,这消耗的将是美国的国运,透支的将是美国的未来,而美国承受的这些压力,未来一旦在美国国内引发抗争力量,可能又会导致美国国内的动荡, 同时,我们再看伊斯兰国家,伊朗和沙特在积极协调立场,他们其实都会悄悄准备打仗,对伊朗、沙特等国来说,他们之所以进展较慢,是因为大家都还没有接受现实,都既往于以色列在国际社会压力下放弃入侵袈裟, 然而当大家看到以色列不准备让了之后,他们都会有唇亡齿寒之感,准备打仗是必然要做的事情,当这种准备越来越充分,当美以两国越来越疲惫之时, 当伊斯兰国家忍无可忍,开始派出愿意向前冲的国家来打这一仗的话,以色列未来的前景将非常不乐观,仔细想想,这就是伊朗的一个天罗地网,自己其实都没干什么, 现在就把美国和以色列的丑陋暴露在了全球面前,还有办法让美国和以色列不断失血,长期下去两者力量必然衰败,那么伊斯兰国家面对以色列就会越来越有优势, 我们看短期当然是以色列占优势,但如果长期来看呢,很显然这时没以力量会越来越弱,反过来伊朗、沙特等伊斯兰国家力量会越来越强,这么耗下去打下去, 结果可想而知,对于美国的困局,现在歧视众俄都能看得出来,美国连胡赛武装都惹不起了,又能如何呢? 未来巴以冲突继续深化,美国将会深陷其中,深陷其中,美国当然无法顾及俄乌战场,如果美国无法在东欧立足,北约将会不稳,欧盟将会对美国失去信心,到那时如果大家都认为可以实现乌克兰和解, 那就只能让普京让步,美国深陷中东困局,就会在印太越来越乏力,印太越来越乏力的后果大家都知道,慢慢在亚太就会失控,还如何对抗中国呢? 美国的全球战略就得面临崩盘,在这样的背景下,美国怎么办?打世界大战吗?工业能力不够了,不打就得退位,向中俄让度政治权利,所以现在的世界格局是越来越好玩了,斗地主格局,美国就是那个即将被斗倒的地主。 感谢观看